台湾政党轮替 由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深居海外的台积侨胞 对台湾的前途和发展十分关注 侨务咨询委员廖聪明 新春期间特别邀请洛杉矶的资深侨领参序 畅谈对台湾政局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出于对台湾政局的关注 和对台湾名声的关心 资深侨领 侨务咨询委员廖聪明 召集了大陆上基地区的资深侨领 在888海征大酒楼参序 大家畅所欲言 纵谈台湾所面临的困境 和他的解决之道 廖聪明表示 台湾政党轮替 由蔡英文单选台湾地任女总统 展现了人权自由及民主的新风骂 蔡英文如何放弃台独 维持现状 对新政府来说是一大考验 还有人表示 民进党还未上台 立法院就不再设 侨选立委 还有人竟然要废除 国父孙中山的一项 要从华侨中分出台桥 这完全是要去中国化 还有资深侨领表示 台湾发生食品安全 建筑安全等问题 可以参照先进国家来修订法规 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台湾在大陆的人数日益增多 为了保障台商的权益 建议成立台商权益保护委员会 在现华上有规定 侨胞有参政权 但是很可惜 以前有参政权 这个侨选立委 现在也被取消了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一直希望 这个侨胞在海外 就地投票 投票我们国内的这个 民意代表 这个各国都有先例可循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把它定好 这个办法 让这个侨胞 有能够反应回国的心声 两岸大陆跟台湾 是同属一个中国 这个我想它不能够否认的 那么大陆也是希望这样 我希望大陆跟台湾 关系越来越好 不要有像过去 有敌对的现象 造成人民的困扰 环球东方记者 吕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